好,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接下來我們來談封面的這個複習 封面 我們剛才談到一個氣團 那封面什麼形成的 就是因為性質不同的冷暖 兩種氣團相遇的時候 其交界處 其交界處 會產生一個不連續面 那這個不連續面什麼叫做不連續面呢 氣壓的不連續 兩邊都是高壓氣團 但中間就會形成一個什麼 三骨 低挖處 所以它的氣壓不連續 風向的不連續 它的一邊的變化 後面的高壓是順時鐘的 在它的前面的高壓也是順時鐘的 所以一邊是由北往南的風場 一邊是由南往北的風場 所以是風向的不連續 還有什麼,溫度的不連續 對不對 一個是冷的,一個是熱的 那另外一個不連續是什麼 相對水氣含量的不連續 一個是暖濕,一個是冷乾 所以很多很多 這個去看課本 我們都有寫 如果不能背的話 那氣團特性達到相當高度的 封面亦伸展至相當高度 因為你兩個氣團都這麼高 那這個封面的發展 也會發展到這麼高的高度 那封面兩側的氣團性質差異 不連續性 在低空層的最為明顯 那為什麼在低空層最為明顯 因為這邊的差異性就沒那麼大 我們講暖氣團到了高空 它也是在降溫 冷氣團到了高空 它也是在降溫 那所以越到高空 他們的差異性會越小 差異性就會越小 那所以這時候 他們的不連續性的狀態 理論上就是處於在什麼 淨地面層 在低空層 低空層最為顯著 那再來封面為天氣轉變的過度帶寬度 大概數公里數五十公里不等 這個稍微記一下就好了 那什麼叫冷風 什麼叫暖風 我們剛才談到 什麼叫冷風 什麼叫暖風 然後什麼叫做冷空氣 這個爬在冷空氣上 然後冷空氣 鑽到冷空氣底下 冷風就是我 當我冷空氣前進 我推動 我取代了原本的暖氣團 我取代了原本的暖氣團 這個叫冷風 那這時候 我的冷空氣 因為是貼近地面的在移動 所以通常我們都會講 氣入暖氣團底下 就鑽入暖氣團 暖氣團底下 所以暖氣團被抬升起來 被抬升起來 所以這叫做冷風 暖風 那暖風呢 暖風呢 就反過來 當我的暖空氣啊 在前進 在前進 那這時候啊 我的冷空氣的區域啊 被佔領了 被取代了 被暖空氣的取代了 這時候啊 我們就叫做暖風 那這個暖風 它因為它主動前進的 我冷空氣只是 站在那邊防守 所以這時候 你看到它的運動 你看到它的運動 就會是暖空氣爬上冷空氣 爬上冷空氣的上方 這是我們剛才講 剛才前面那邊提的 不一樣的地方 一樣的地方是 暖空氣一定都是在 冷空氣的上面 對不對 那 但是 在 上面的這個過程 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大家要稍微 了解一下 那冷風前後的天氣 取決於什麼 有認真上課就知道了 冷風前後的天氣 取決於什麼 它這個冷風移行的速度 還有什麼 暖風前面這個暖空氣啊 它的穩定度 就它水氣含量多不多 穩定度 暖空氣的水氣含量 就是穩定度 是一個 但是穩定度裡面有含什麼 水氣含量 因為 如果是條件不穩定 水氣含量會增加它的不穩定 那如果是不穩定 那就一定是不穩定嘛 對不對 所以 冷風前後的天氣 取決於冷風移行的速度 越快 這個天氣越惡劣 越慢 天氣就越 緩和 但是拖的時間長 好 冷風的飛行天氣 所以產生的是什麼 激冰 亂流 風切變 跟低能量度 暖風的飛行天氣 這個有霧 有亂流跟風變 還有激冰 還有雷雨 等等這些 海岸風 海岸風是我後面加出來的一個 因為有一天 有一年他的考試有考過 那 海岸風 什麼叫做海岸風 海岸風屬於邊界層的一種中楚度風 什麼叫做邊界層 就是界面跟界面 陸地跟海洋 天空跟陸地 大氣跟外太空 的交界的那一個區域 就叫做邊界層 每一棟房子 房子跟房子中間的牆壁 房子跟房子中間的牆壁 那個都叫做邊界層 過來這邊是我家 那邊是你家 你去看歐美的房子 歐美的人 我真的其實也蠻佩服 治安這麼差 然後他們的這個鐵窗的應用率 不及台灣 那台灣治安沒那麼差 當然你說小偷常會 有些地區小偷橫行 翻箱倒櫃的偷東西 沒錯 那 可是你增加了這些鐵窗 有沒有真的防到他們 對不對 美國是 不只是小偷是直接開箱 進來你家搶的那種 那反而美國 你看他們的大門 就是一塊木門 加一塊玻璃 一下你去看那個 警匪片 拿個東西敲一下 手撐進去就開門了 他們從 也沒有 很少會像台灣 裝了好幾道門 有鐵門 木門 然後再怎麼樣 了不起就是家裡裝警報系統 那那個鐵窗也沒有 那他們 鄰居跟鄰居 可能就是靠一個 一個竹类巴 一個类巴 一個矮牆 做分界 那個就是屬於邊界層 邊界層 所以海岸風屬於邊界層的中尺度風 它的邊界什麼 陸地跟海洋 陸地跟海洋 是密度流的一種 密度流的一種 就是說 它的 水氣的區域不同 量不同 所以它的流動速度不同 然後或者 又或者是 它的溫度 兩邊有差異 所以流速不同 它的行程和局部地形的動力 和熱力作用有關 所以海岸風 常常發生在海岸線附近 然後和海岸線近似平行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台灣東部 這邊其實你說 要不要說它也是 也許 那大家看 詳細的這個地面資料 所以常常會看到這種 在春天的時候 季節交換 然後這個海路 這個冷暖 效應剛出來 陸地一樣 海洋的海水吹過來 部分的空氣會被海岸反彈回來 那海岸反彈回來的時候 它的陸地 早上 這個 比較 算比較冷 十點多還沒有 日照還沒有很熱 海水相對的比較暖 所以當暖濕的海水 暖濕的海水 往這邊吹 被陸地 反彈回來 冷乾的風 反彈回來 它就會在這個海岸線這邊 形成一個 封面 類似封面的雲帶 這個就叫做海岸風 海岸風 一般海岸風的長度 約200到600公里 寬度50到100公里 時間尺度大概月末12小時 有時候 像譬如說晚上到白天這樣子 或者是 白天到傍晚 海岸風指的 海岸風聲就是指海岸風行程維持和風消的整個過程 這邊怎麼會有這個 減體制 打了之後沒注意到 其實產生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海洋和陸地 邊界層的溫濕度不同 溫濕度不同 夜晚從陸地吹向海洋的乾冷風 與環境大氣吹來的 暖濕的東風相遇 因為摩擦作用的不同 產生的風切變更符合 因此海岸風聲主要有四個因素 第一個 產生在夜間 第二個 環境風場必須為吹偏東風 然後另外海陸溫差要大 然後再來就是地形的坡度要大 坡度要大 密度流 在大氣或海洋中 由於空氣和海水的密度 不均勻的關係 造成空氣或海水流動的現象 這個叫做密度流 譬如說 海水 對,以海水來講 每一個海域 它的鹽分不同 它的含鹽量不同 雖然你去每一個海 這個 喝的海水都是顯的 你去死海 漂浮海有沒有 因為它的密度很 就是鹽分含量很高 所以你人 不用動它就會浮在水面上 是因為它的鹽分含量高 密度比較高 所以把你撐起來 那一般來講海洋它的鹽分 是每一個海域不一樣 每一個海域不一樣 那簡單舉例像 河流入海口的 這個區塊比較多的 因為河流是淡水 那淡水灌注下來 所以這邊的海水的鹽分 一定會比較低 那如果是在 像太平洋這種 沒有河流的 那它這邊的鹽分一定 基本上就會比較高 所以密度流就是一種 密度裡面的海水成分 密度不一樣 或者是空氣的成分 密度不一樣 造成流動 這叫做密度流 所以海水 它會因為鹽分不一樣 造成它的海流 的方向不一樣 海溫不一樣 也會造成它流動不一樣 那空氣也是一樣 空氣因為溫度的不同 造成空氣的密度不一樣 產生了流動 這個就叫做密度流 大氣亂流為空氣之渦流 或者是垂直氣流 而產生了什麼 不規則的運動 那強度的話 就要看空氣的穩定度決定 形成的原因 熱力產生垂直的對流運動 這個叫熱亂流 對流性的亂流 或者空氣環繞 環繞或者是爬過高山 障礙物 這種叫機線性亂流 動力性亂流 又或者是像 封面上面 暖空氣往上升 這種 還有風切 還有機尾亂流 晴空亂流的定義 晴空亂流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還蠻常考的 而且這個也算是 在一般的飛行當中 如果你遇到這個 是非常直接有可能造成傷亡 我所謂直接有可能造成傷亡 機兵是要時間累積 然後造成飛機的失控 那一般的亂流 上下抖動 那晴空亂流 因為突發在高空當中 沒有預警 這時候很多人 都安全帶都解開來 空姐空燒 正在推送殘車做服務 所以當這個亂流一抖動的時候 這些人都會被東拋西拋 撞到機體 產生受傷 所以在晴空亂流 是比較值得注意的一個 危害的天氣 那由於噴射氣流附近 它的垂直風切 垂直風切 上下的垂直的風切 跟水平的風切 有顯著的存在跟發展 在這張高空的噴射氣流附近 基本上都是沒有雲層 很少的雲層 或者是那種很薄的那種 冰晶 行程的這個 捲魚類 航機在無雲的天空飛行 卻感到機身顛簸跳動 顯有看不見的亂流存在 這種亂流就稱之為晴空亂流 晴空亂流 那另外晴空亂流 不僅出現在噴射氣流附近 也會在什麼 加深的氣旋的風場裡 發展成強烈到嚴重的晴空亂流 好這就是晴空亂流的部分 那 這邊我們就先休息一下 好待會再繼續 如果累了同學就先去放鬆一下 我們之前講過 不要把自己逼太緊 有時候逼太緊不一定是好事 不一定是好事 第一個效率沒有那麼好 讀書的效率沒有那麼好 第二個這個 心理的素質也沒有那麼好 好所以 如果累了下課就把它關掉 因為你剛好這一段你也知道 好這一段結束 那回頭 回過頭來再看 回過頭來再 等 放鬆一點 等專注力好一點 再回過來 再來繼續上 好 那我們就直接下課 謝謝各位同學 好各位同學 大家好 我們接下來繼續我們的雷雨 雷暴 這也是蠻常考的 因為在台灣地區 算是蠻常見的一個天氣現象 雷雨雷暴 是由積雨雲 所產生的地區性風暴 常伴隨有閃電 雷聲 這個強震風 強亂流 大雨等天氣現象 那偶爾因為對流強烈啊 會有冰雹的發生 冰雹的發生 雷雨行政的條件有三個 第一個什麼 不穩定的空氣 充沛的水氣 還有什麼 抬身作用 抬舉作用 要有這三個 那雷雨的生命史三個 出生的階段 就是他積雲 還是一塊白白的積雲的階段 第二個成熟階段 變成CB 那整個雲都變黑了 這叫成熟階段 第三個消散階段 就是開始 雷聲也沒了 然後下雨也趨緩了 那這個東西就是他的消散階段 那雷雨他有 除了剛剛我們講的 亂流 冰雲雲 下雨等等等等 他還有什麼一樣 外就是其他的天氣現象 這就是其中一個 我們講外流邊界 或者是 正風封面 這些都是他的稱呼 在包線 然後雷雨的前緣 因為強烈的降雨啊 所帶下來的下降的冷空氣 下降的冷空氣 碰到地面後 快速的往前推擠 與前面的暖空氣啊 形成邊界 就是 所以 這個東西就是叫一個外流邊界 會造成 類似冷風啊 的正風封面 正風封面 所以有時候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ITCD 建熱帶符合區 赤道峰 他有很多的名字 但是其實都講的同一件事情 那剛剛那個也是一樣 外流邊界 正風封面 講的其實也是同一件事情 雷雨基本上是因為啊 不穩定的空氣中 含有豐富的水氣 並產生垂直對流 因此可以利用什麼 探空資料 探空資料 但是探空資料 是一個區域性的 它不是全台性的 那當然我們有時候 也會把它當作整個 一個大地區 譬如說 板橋放的 我們就把它當作北部地區 那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它真的可不可以代表 這麼大的一個區塊的環境 好 我個人是存疑 但是我們講 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就像 之前疫情來的時候 COVID-19 大家還不知道它的 組成的病毒啊 什麼等等 然後哪一種藥比較 對它有效 那就是把它當感冒制 所以一開始我們 醫生的話他們都是用 所謂的 舊的流感的藥 客流感啊 什麼的 去醫治 那就是跟探空的概念一樣 就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那第二個雷雨 你要看它會不會發生雷雨 第二個就是有沒有封面嗎 有沒有封面接近嗎 如果有封面移動速度又快 那一定有雷雨嘛 對不對 第三個地形的抬升 地形的抬升 在台灣基本上是一定幾乎每個雷雨都都必備的 尤其在山區的午後雷震雨 地形抬升 第三個 第四個 地面的受熱 地面受熱 最後一個 氣團的上升的運動 氣團上升的運動 雷雨的分類啊 雷雨有兩種 雷雨有兩種 跟絲絲有兩種是一樣的 雷雨也有兩種 第一個叫 有限狀態的雷雨 就是這個氣團雷雨 比如像夏天的 午後的 對流 熱對流 還有午後的地形的抬升 這叫做有限狀態 因為它就是那一塊 那個區塊 區域比較小 那大家有時候看 午後雷震雨 中南部午後雷震雨 那整片雷達回波 從中部一直到 這個南部 都是有雷雨的狀況 那個是因為它一塊一塊連起來 但是它基本上你如果把它拆開來看 它還是一個有限狀態的 那什麼叫穩定狀態雷雨 封面包線 就是它一整串的 一整條的 它是一整個系統過來的 封面雷雨跟包線雷雨 這兩個是穩定狀態的雷雨 好那雷雨這邊 大家稍微看一下 複習一下 休息一下